就算我們9月3日開學 我們都不會放棄 我們一定會堅持下去 我也接納委員會的建議 正式擱置課程指引 政府不會要求學校使用該指引 究竟香港還有沒有公義呢 為什麼我們會死得不明不白呢 行會呢 就考慮了一籃子的相關的因素 希望大家能夠齊心 能夠共同建設好我們新的新設計 潛領中環正式啟動 中央並不會因為有人用一些違法的行為 協逼而就罰 對暴徒木無法紀的暴力行為 絕不姑息 警方會全力緝拿暴徒歸案 下年我們出來的時候 很希望我們要見到一個有希望的香港 大家頂住